你应该就不会想说回去 再慢慢自己coding 虽然你可以 但是有必要吗 就像说有那种很好的自驾车 你还会希望回去开那么树立一点的那种 那种手牌 然后又没有方向 又没有动力方向盘的车 其他的相关介绍这个我就不赘述了 应该这个时间这个不用特别 主要是2022年 等于是两年不到 这好像是11月 对11月出来的 所以两年不到的时间 就已经有这样的成果 相当可怕 然后他的能力其实很强 对比一下就是3.5免费版跟4的差在哪里 当然目前的话就是他的token 也就是说他能够输入的字 最多大概2000多个 中文的话可能更少 那当你达到上限的话 你的问题就不能够继续了 像我们刚刚是这个问题的下一个他会连贯 可是如果超过那个token的话 他就忘记最前面的东西了 所以你的问题如果全部都要连贯在一起的话 可能还是需要用到4 因为他的token的容量就比较多 大概就是 大概这个2.5免怎么算出来的 其实因为那个token其实不表示就是字数 因为token的那个名称不像byte的数量 他可以精确算出来 这个我想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到底有哪一些差异 比如说像正确率应该tokenp4比较高 其他的话当然就是说 tokenp还可以接受图片 而且他也可以接受档案 比如说你ecell的问题你也可以直接丢上去 他会帮你处理 处理完之后再把结果给你 然后还有什么把一些奥林匹克的问题 给他之后他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名次 不过我觉得以城市来看 其实目前来说chartypd3.5 其实已经算是不错了 所以未来如果你觉得这个还不够的话 你们可以在不妨再往往上去去去找一下 那这个token我想也就就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在那个就是AI chartypd他算 他不是用以前的byte数量 而是用token 那token是其实是加密过的 所以这个加密到底字数多少 我们大概知道一个大概就OK 也就是说一个token大概2.03个中文 1.25个英文的数量 那因为目前的话 记得好像chartypd3是 他是2000的话 可能就是如果比较早期的版本 他这个是2049个token的话 那等于1000个中文字 他就达到上限 OK 那如果4当然相对更高了 那我刚刚有提到 有一个比较特殊像 Gemini 他的token居然可以达到100万 不过我是没有试过他那么大的 他目前其实也用不了那么多了 那其他的话像一些突破 这个我想就不是重点 因为5天就突破100万了 然后两个月就1亿了 所以这个速度其实就比其他的多太多了 简直是非要式的成长 其他的话这个5天就已经达到那个百万的订阅了 OK 其他这个我想就刚刚有特别提到 那我们主要是针对那个写程式这部分 去做一个说明 那其他部分就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比如他能够什么 他能够回复email 修改文法错误 这好像都不需要 OK 所以写程式这个已经算是很厉害 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个部分来做学习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再来看一下其他的题目 那我如果想要写一个那个BMI的计算器 那我主要是从那个Google里面的那个BMI 所以你Google查一下BMI 第一个 这边就会有个亚东医院所提供的BMI 的一个计算器 那主要我们是希望能够输入身高跟体重 然后输入完之后 他能够帮我得到BMI的值 那透过这个值帮我做一个判断 那这个公式的部分这边有了 就是我BMI的值呢就是我的体重 除以身高的平方 那身高的话呢 如果你输入的是公分 你必须要先转换成公尺 那当然底下有一个表格啦 不过他是没有值 他就是给你一个BMI 所以可能要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是得到BMI 第二阶段是判断到底评语是落在什么地方 所以他没有写了 第二段 第二段可能我们自己写 19.5 所以19.5是不是在正常范围之内 对 所以最后的话可能就显示正常范围 大概是这样 所以第一个我们如果要计算出BMI的话 那以往我必须要自己写 但现在有那个20B之后 应该就懒得写了 直接怎么样 直接找到那个我的那个叙述 我是有把我的叙述放在云端白板 第二个单元 基本语法里面的 你们将来我的叙述会跟你讲说第几页 所以如果你要找到 你也懒得打的话 干脆直接拿我的 或者你自己打也可以 在第18页的地方 如果你卷轴往下拉 应该会找到这个问题的位置18页 然后我这边叙述 请帮我撰写一个Python程式 内容为输入身高与体重后 判断BMI 就这样而已 OK 那我就把它叙述一下 那你可能会担心说 老师我要特别解释什么叫BMI 跟各位讲 ChurchBee很聪明 你不用跟他讲 因为他应该都知道 尤其是这种比较一般性的 这个他自己会去从他的Data里面去找到答案的 所以你不用 但是我遇过有一些是比较冷门的专业术语 如果太冷门的话 你可能要解释一下 不然他真的不懂 OK 比如说你突然打一个判断ABC 想说ABC是什么东西 那你又跟他解释一下 BMI我想不用 OK 执行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他就开始帮我们写了 OK 当然可以 OK 而且他还自己从网路上 还是说他从Data里面撈到 能够根据什么判断BMI 而且还刮火 他跟你讲说 我知道这个叫什么 身体质量之数 OK 所以他已经知道答案了 表示说呢 除非说他给你的那个术语的解释错误 那就你就可能另外跟他讲说 我要的不是这个BMI 我要的是另外一个BMI 那甚至你可以把规则跟他讲一下 好 那就计算出来了 有没有发现 所以这样子的话 当然我们得到的结果 我们发现 他一样是帮我们写成DF 他一样是帮我们写成DF